黑色轎车驾驶 正要经过派出所前 却越开越偏 直接朝警用机车撞上去 一旁的骑士惊险闪过 撒到完全不敢动 但这一撞还没完 他又失控撞倒路旁电信箱 最后撞上路边机车 及电动三轮车才终于停下 就造成当时刚停好车 准备要去邮局的男子 不幸伤亡 听到飞的一声 然后出去外面看的时候 就看到有人躺在那个下面 躺在那里家而已 很年轻 这样的东西拿出来 就进警察机 非常壮严没有过来给人家看 站在警车前 穿着黑色外套 踩着脱鞋的男子 就是肇事驾驶 第一时间被民众募集 没有上前关心伤者 似乎还先拿起手机 他是28岁黄姓男子 在爸爸的冷冻食品公司上班 疑似就住在肇事地点 新北市三峡借寿路附近 共称当天是因为前一晚失眠 早上八点多起床精神状况不好 本来要先去市区吃早餐 再去公司 没想到在路途就发生意外 早上九点多 他行经派出所前 却突然有了睡意 不小心睡着而鸟火 当时撞击力道相当大 几乎一整排警用机车几乎全倒下 电信箱连根拔起 十吨全撞碎 车壳零件散落满地 经过了一整天 现场还是一片狼藉 第一时间警方酒测 驾驶确实没喝酒 当天下午两点多 肇事驾驶再度来到派出所前 才得知自己酿成悲剧 蹲在地上似乎相当难过 但不管是不是如他所说 开车开到睡着 只因为自己一时睡意 却夺走一条宝贵性命 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第一篇新闻 一人声音身份新北 采访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